飞人灾,海燕被生生逼成大妈 企鹅被观音变成了异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你们最喜欢的都关于飞人灾小故事 飞人灾,海燕被生生逼成大妈 观音带着新买的金鱼,放在了家里面 于是观音果断地把金位变回了原形 并且用笼子把它关了起来 但是观音还在熟睡中 熟睡中观音飞出了房门 遇到了半夜偷吃香肠的白泽 观音就这样在外面一直飘呀飘 等观音醒来的时候,已经不知道身在何处了 观音醒来后,一下子就从半空跌坐在大雪地上 被一群企鹅包围着 这里到处都是冰川,还下着雪 还有企鹅,观音竟是梦游到南极 观音兴致勃勃地抱起一只企鹅 下一刻就将企鹅变成了一只异兽 难道观音的异兽就是这么来的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